聖傑 三曲聽婁 蕩梵 就這樣我們繼續看 第三節的 奈良的這個古都 奈良的古都 這個我們另外可能給各位介紹 一個叫平成金 平成金 這平成金跟藤原寺有關 平成金跟剛剛講的藤原金 地點不太一樣 它是已經被移到奈良的寺中心去了 各位如果到奈良寺去的話 一定可以看得到 去年他們在平成金的這個地方 曾經舉辦了一個紀念1300週年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活動 也有改建這個地方 有一個平成金 那還有一個是這個合同開明 還有一個道徑事件 我們分別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平成金是仿造長安來建造的 其實滿大的 我記得它的長度大概有6.3公里 6.3公里如果以台大為中心的話 會到哪裡去啊? 我們現在到新店有幾公里啊? 恐怕有5、6公里而已吧? 所以那個金城從這裡到新店那麼大 就是說古代的文獻來考證的話 他是在710年的時候 有一位叫元明天皇 遷都的時候就選定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面有很多講法 就是說為什麼會選定在這裡 然後又蓋這樣子的一種形狀的一個 所謂的平成金呢? 還是跟道教有關 還是跟這個道教有關 那我們道教思想裡面有一個風水觀念 風水觀念 藏風得水 這樣有一個風水觀念 他仿造了這個唐朝的長安城 還有一個北魏的洛陽 那東西向6.3公里 南北大約4.7公里 那那個中央有一個寬85米 85米也是很長的 很寬的 一個叫做朱雀大陸 然後這個 這個 朱雀大陸在這裡 各位看到嗎? 我用這個卡索魯這樣比 這一條朱雀大陸 然後分成兩邊 左右兩邊 那這個部分在1998年的時候 這個就被奈良的 在日本就列為一個歷史的古蹟 同時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但你去看的時候 其實什麼都看不到 就長了很多草這樣子而已 但是真正的原來的城的那個雞呢 正確的位置是不是抓穩了也不知道 但是在那個地區是沒有錯 那復原出來的東西 其實我認為是有走樣的 不過大致上大概就是這樣 給人家一個image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下面呢 我們可能也跟各位介紹 東大士的大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在宗教上的一個觀念 尤其是日本人非常重要的一個 叫做神佛之秀五 神佛錫合 就是神道跟佛教是要融合在一起的 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介紹一下東大士後面有一個正蒼苑 是什麼東西 另外我們也跟各位講見真和尚 見真和尚的一個這個問題 還有要師是吉祥士的這個問題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東大士 我想很多同學如果有去奈良應該都去過了 去了奈良大概不會不去東大士 有很多路的地方有沒有 那個路是他們養的 走過那個公園你就可以進到那個東大士 事實上應該說東大士就是在奈良公園裡面 這是世界最大的木造的建築之一 這個是佛教文化新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象徵 前幾年才整個改建完成 另外一個就是唐釗提示 他是比較在奈良的這個郊區 這個唐釗提示是跟唐釗的一位高僧 叫做建真和尚是有關係的 這個建真和尚是揚州的和尚 那被號稱為日本律宗的始祖 律宗的始祖 那這個建真和尚呢 事實上日本一直很早就要邀請他到日本來 因為綠各位知道 綠這個東西就是建立國家制度 非常重要的一個學問 那這個建真和尚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他們想要邀請他到日本去 那中國的這個政府不准他去 所以他是偷渡 偷渡了幾次我忘記了 大概五六次有吧 到最後他是偷渡成功了 可是他到了日本的時候 眼睛已經看不到 所以他是這個看不到的狀況之下 上路了日本 他到日本上路的地點是在鹿兒島 比如說九州是這樣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上路 可能是船這樣開來吧 從這個地方上路 這邊有一個他上路的一個盃 在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 某農和尚的一個地方 建真和尚是從這裡上路 然後輾轉的踩到那兩區的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其實他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著作 因為這個是日本天平年間 天平 建真和尚到日本去的這個 當時代日本的年號叫天平 所以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作家 他寫了一個天平的伊拉家 就是在講建真和尚到日本去的一段歷史 好 那我們現在在介紹這個部分的時候 還是要請各位先念一下 潛堂史的部分 我忘記介紹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蠻重要的 所以我回過來先介紹一下 潛堂史剛剛其實已經講完了 但是有一個人物我希望補充 給各位介紹一下 阿伯中馬呂 阿伯中馬呂 這個人其實他出生在奈良 出生在奈良 然後他其實也是當時潛堂史的留學生之一 那十九歲的時候就被選為到中國去的一個潛堂史的學生 其實我們知道當時同行的人有一個人非常有名 叫吉貝真貝 有沒有 吉貝真貝 這個潛堂史也非常有名 其實他們是不是坐同一艘船不知道 當時有四艘船一起出海這樣子 那幾百個人這樣子浩浩蕩蕩地就到中國去了 那這個阿伯中馬呂到中國去了以後 他非常嚮往中國的一些經典世紀 他很認真的去讀 讀我們的經典 讀我們的這個古書 然後這個人很例外 他竟然要求說 我可不可以去參加你們的國家考試 我們的國家考試是什麼 科舉制度 那科舉制度能不能讓外國人考 我看那個唐朝也傻眼了 就說我們這是在取官的 你可以嗎 這樣子 他不斷去考 而且他考上了 他還考上了 所以就是他等於是非常厲害的一個 很優異的這個外國的留學生 而且他考上了以後 所以我們的這個唐朝按照規定錄取他 封給他一個禁世 他就正式成為中國的一個文官 那中國文官以後其實他也有一個文官的這個禁世 叫正九品 正九品下 是這樣有一個關節給他 這是正式的關節 就跟當時唐朝的一些這個同時去考試 考上的人是一樣的這個關節 那他很喜歡這個典籍 最後就讓他去做這個典籍的整理的這樣一個工作 那最後慢慢慢慢他做了很有心得 而且他對於後面來的前唐使的人 他就帶他去看 看了一些典籍 所以這個後面的日本的這些前唐使 這是非常的怎麼講 幸運 因為有一位日本人可以帶我們去看 看沒有辦法看到的一些經典 他做這個工作 那麼當然唐朝皇帝也知道 當然也樂意把國家的一些寶貝宣傳出去 所以就很器重他這樣 後來他就晉升到從八品上這樣一個官 這個官很複雜 從八品上一直往上升到從七品上一直 剛剛講的是九品 然後八品一直到七品 這個他一直往上升 而且他很會寫詩 他作詩是非常有名的 那所以唐有一位皇帝叫唐玄宗 唐玄宗非常賞賞他 唐玄宗很賞賞阿貝宗馬里 後來就任命他一個官 這個叫秘書間這樣一個官 這到底什麼官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你要我解釋我就說 等於現在國家圖書館的館長 可能比圖書館館長位階更高 也就是他可以直接進到國家的 最珍貴的這個寶庫裡面去 而且由他負責這樣一個地位給他 這是很厲害 而當時他就改了一個名字 他有很多中國名 然後裡面有一個這個名字是 他通稱在用的叫趙恆 然後後來我們的舊唐書跟新唐書的文獻裡面 都有很詳細的這個記載 包括他參加科舉考試 中了近視 擔任要職等等 可是阿貝宗馬里其實在日 在中國待久了 他很想回來 我剛剛講說他其實是出生在奈良 所以思香之情就湧出來了 因為潛唐使去中國的時間不會很長 兩三年了不起他們就回去了 當他待很長以後 其實他總的待了五十幾年了 後來他則沒有回來 而是死在長安 他等於是中國人 後來就沒有回來 可是在過程裡面他其實很想回去 回去看一看這樣子 那這個時間這個是753年的時候 他就希望說跟著來的潛唐使 剛好有船 他說我也跟大家想要回去看一看 我的這個故鄉 所以就開始從這個江蘇這邊出航 然後往日本那邊開 記得當時他寫了一首這個和歌 就日本詩 他不但和歌也會寫漢詩他也會寫 他寫了一首詩 那這個詩的意思就是 他很嚮往這個東方的天際 因為那邊有一個神池奈良邊 奈良就是他的故鄉 那所以他想要回去的一個信願 他是付諸於行動 只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說團隊裡面其實很不巧的 見爭和尚也跟他同一個隊 可能坐的不同一艘船 他們來就兩三艘嘛 三四艘這樣子 同一批就對了 那命運不相同 這個見爭很順利的到這裡來 那這個阿伯仲馬里就碰到海難 飄飄飄飄飄 就不是往日本飄 飄到越南去 飄到越南 然後這個十萬八千里 那去日本 然後飄到越南去 這個 所以這個到越南去的時候 已經到了這個 七百五十四年三月的時候 阿伯仲馬里被判為 已經是海難死亡了 就是說也沒有回日本了 然後人也不見了 他其實有一個好朋友 這個好朋友李白 李白就寫了一個詩 這個詩就是追到 追到這個阿伯仲馬里 叫做《哭照親恆》 哭照親恆這樣子 他就寫了一首詩 李白寫了這樣子一首七元絕跡 來悼念他 那但是最後很好玩 他出現在長安 回來 這個怎麼回去了 他沒有交代清楚 從越南回到長安 在那個時代 八世紀的時候怎麼回去了 他沒有講清楚 但是他回去了 很不可思議 他有講說他到當地被當賊 然後有一百七十多人被殺掉 可是他奇跡式地生還下來 那他說不是只有他 其實還有跟他一起的 有十幾位一起討難出來的人 都活過來 大概是這樣子 回到長安 這個時候又碰到這個安禄山之亂 所以中國跟日本之間往來 其實是相當的危險了 後來這個已經很晚了 到1979年的時候慶祝阿貝重馬里 到中國長安一千兩百週年的時候 在中國的西安這個地方 有一個公園剛好跟我名字一樣 叫新慶公園 在那旁邊就建造了一個阿貝重馬里的一個石碑 非常大的石碑 就紀念當時代的一個中式交流 這石碑在旁邊就蓋了一個阿貝重馬里紀念館 這裡面有很多他的這個文物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他的歌 還有他的歷史的整個過程 在長安的地方 其實現在有一個所謂的紀念館在那個地方 和歌和詩他留下相當多的一些作品 好 我們時間到了就介紹到這裡 下課 我們上個禮拜上到31頁 下面我們看這個第三節的奈良之都 第31頁這邊 介紹一下這個平金城 平金城 上次約列大概有跟各位講過了 其實他就是在奈良時代的一個金城 是在奈良市的這個西方這個地方 這個是遷都的 是710年的時候元明天皇 他把他遷都到奈良這個地方 上次也跟各位做了補充說明 其實他是有受到中國道教思想的一個影響 比如說我們提到長風得水 這樣一個這個風水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們把他模仿了唐朝的這個長安 以及北魏的洛陽這樣的一個城的一個建築 他的規模很大 上次提過了有6.3公里 6.3公里 那南北大概有4.7公里 那中央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那個 看起來好像是走到那個叫做 朱雀路四亞谷 這個地方 然後分成兩邊這樣子 大概有所謂的左右兩斤 那在1998年的時候已經被列為這個 古奈良的這個歷史遺跡 那同時也成為那個 UNESCO指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大概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 跟各位介紹的是 有關於貨幣的這個問題 各位看32頁 合同開 這個字念成正 合同開正 他是日本最 這個古代最早的一個貨幣 就是說日本的貨幣 所謂日本有一個另外一個講法 皇朝十二前 就是皇帝 這個歷代的天皇 他們都會去製造這個貨幣 而製造的貨幣的種類 在日本我們數得出來的有十二種 那事實上現在有出土的加了兩種 事實上總共有十四種貨幣 那在這個十幾種 這麼多的這個貨幣裡面 我們今天剛剛介紹的這個 合同開正是最古老的一個貨幣 日本最古老的一個貨幣 他是奈良王朝鋼體的這個原明天皇 也就是把他遷都到那個平津城的這個天皇 的那個年間仿照中國的 中國有一個叫 有這個東西 就是貨幣啦 這個是仿中國把它製造過來的 那 因為這個時候就是 國家的體制有一個叫做律令 這個東西 那律令的制度的同時需要整頓的 還有一個就是經濟 那以現在來講 一個國家最主要的 除了法律以外 恐怕經濟才是一個支撐每一個國家 往前推動發展的一個動力 所以經濟的部分要把它整合成功 成為一個有條不紋的一個制度 最重要的應該是貨幣的來源 這是為什麼我們的央行要很注意一些 那個國際貨幣的一些金融的異動 其實就是在保持我們的幣值 那一再都有貨幣的一個交換 那現在當然發展到21世紀 這些對我們看起來都是 好像理所當然的一個嘗試 可是再回到八世紀的日本 他們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所以他一發現中國有貨幣這樣的一個概念 他們是非常的嚮往 很羨慕 同時學習 所以有這個合同開正 那合同這兩個字就當時 元明天皇的年號 以這個年號來作為一個貨幣的一個名稱 應該也就是說 這個日本邁向律令時代所反映出來的 他們希望去克服所謂經濟財政方面的一個困難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這個其實到現在被發現的不多 大概不到50美 這合同開正 這個有一個說法說是47美而已 就是不多 因為這是最古老的一個貨幣 當然這些被發現出來的古老貨幣 如果診斷出來它是一個當時代 真的是所謂的合同開正的話 那這是價值連成的 非常非常貴的 也是證明當時 中日文化交流裡面的一個 很有關係的一個佐證 好 這個跟各位稍微做介紹 那皇朝十二前 它其實就是從這個合同元年開始 一直 合同元年 合同元年 合同元年到底幾年了 合同元年 合同開正應該是708年 在西元年來講是708年 那一直這個發展下去到958年 好 大概可以數得出來 這250年之間日本製造了12種 應該說14種 後面還出現了兩種這個貨幣 但是後面的所謂的太平元寶 跟所謂開基聖寶 這兩個貨幣到現在其實 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做的 所以在所謂的定論可考的部分 大概就12錢 它們用錢來數 從708年一直到958年 比如說我隨便唸一下 它有所謂的萬年通寶 富壽神寶 成河昌寶等等 還有爭官永寶 用唐朝的爭官的年號 爭官 用爭官的年號叫爭官永寶 比如說870年的時候 他們也模仿了這樣一個貨幣的製造 另外我還要提的就是說 這些貨幣你們可能會有一個疑慮 說真正的當時代的日本製造這個貨幣 難道他們真正的是用貨幣在交易嗎 其實不是 其實不然 那你們就有一個疑慮 那幹嘛製造呢 製造貨幣不是要來穩定這個經濟金融的嗎 那我們想到這個八世紀的日本 應該不是像我們現在前套出來說 我是千元大潮 我買一千塊 你要找我九百塊 這種概念不是的 我們可以想像當時代是以物易物 比如說我現在拿到這個東西 然後你喜歡 那你有一個東西我喜歡 叫什麼 以物易物 但假設是不喜歡 不喜歡 那就不要換 就是我用這裡跟你那個茶杯換 你說你這個 我的茶杯比較好 我才不跟你換 那就不成交 但是如果說你喜歡我的眼鏡 我喜歡你的茶杯 然後我們一講OK啦 好 就交換了 沒有所謂的貨幣的交易的情形 正常的一個想像 在八世紀的日本人所謂的這個交易 應該是回到以物易物這樣的一個概念來思考 可能比較現實一點啦 那現在這個問題就出來了 那為什麼有黃草十二錢這個東西 那黃草十二錢這個每一個天皇 他都要去製造這個貨幣 他的用意在哪裡 既然不是做為一個穩定經濟的一個重點 其實他是一個律令國家必要的一個象徵 這個是重點 也就是說象徵我天皇治理這個國家的一個權威性 你看我連貨幣都給你們做出來的 那他其實希望經濟的狀況 金融是穩定的 所以他是一個律令體制國家的一種門面 一種裝飾 一種象徵 可以這麼說啦 那其實是日本古代的時候 他一直要模仿這個中國的文明 像貨幣這個東西其實是有做而沒有實現 做出來但是沒有真正的落實到人民的所謂經濟的層面去 所以這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他是有做了但是他沒有成功 也可以說是他其實是失敗的 所以但是天皇他還是要鑄造這些貨幣 這個在宮廷裡面我想他是一種皇權的一個象徵就是了 那這個象徵就會跟這個律令制度畫上一個等號 他是一個門面的一個裝修 這是主要的一個理由 我想這個也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那道徑事件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稍微做一個了解 我們再看一個更重要的天秤文化這個部分 天秤是當時在日本的一個年號 那在這個天秤的時候其實應該說是佛教越來越發達的一個時代 所以以平經 這個平成經為中心的這個佛教文化 也可以稱為是天秤文化 那天秤文化其實它是模仿中國聖堂 就是唐朝鼎盛的時候的一些文化 但這裡面還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注意一下這個所謂佛教文化的一個怎麼講 普及 它是僅限於貴族 不過跟一般的平民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是以貴族為中心的一個文化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具有非常跟佛教的發達 非常相關的一個實體的一個佛式就出來 這個佛式叫東大式 我想各位應該有人去看過 在奈良 有去看過東大式請舉手一下 還滿多人的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東大式它主要跟佛教 有什麼樣的奄遠 那這個是在日本要把這個佛教的文化 深耕相當重要的一個佛式 那東大式它是一個華元宗的大本山 抱歉我就不下課了 如果有事的請便自己休息 是華元宗的這個大本山 然後大概離現在應該有1200多年的歷史 非常久的一段這個歷史 那正確的第一次它蓋的時間點應該是728年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 這麼漂亮的這個東大式 你不要以為這是728年前蓋的 沒有 這個已經翻修了N次了 大概最近兩三年前才在翻修過而已 那個裡面的大婆也重新再裝置過 這個是聖武天皇的時候 那時間是728年的時候 第一次是把它建造出來 那是東大式是全國其實有 全國有很多叫做國古文字 所以你們到日本去 我就是說你們拿照相機到大街小巷去照 有沒有 那你很可能會碰到什麼什麼什麼國分寺 這國分寺在全日本有68個 總本山就是東大式 它的總本山就是東大式 那全國總共有68個國分寺 那因為建築它是在平津城的東邊 因此就被稱為東大式 事實上在奈良還有一個寺廟 叫西大式 你們知道嗎 西大式 唸成Sai Taiji Sai Taiji Sei 不是唸成Sei 唸成Sai Sai Taiji 日本其實還有一個西大式 那這個也是一樣 在1998年的時候就被UNESCO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有佛像 這個佛像 這個佛像的這個建築 各位稍微一邊看這個圖 這個745年應該這樣往前 是728年 那這個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佛像的高度非常的高 57米高 57米如果我們一層樓3.5米 那去除下來有幾層樓高 各位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進去要看這個佛像的時候 頭要抬起來 抬得很高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拿照相機在照的時候 現在的照相機雖然是廣角的 但是呢 因為它的那個裡面的空間不是很大 你要整體的把這個佛像照得很清楚 還不容易 非得有一些技術 看角度去照 那這個東大寺是目前是世界最大的一個 墓造的建築的寺廟 所以它本身在建築的文化遺產上面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的 那大佛的殿裂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這裡寫的叫做 魯瑟那佛 魯瑟那佛又稱為奈陽大佛 那它其實是象徵了一個 日本佛教的一個權威的一個卡米桑 大家都會去那裡祭拜 尤其是禮拜六 禮拜天 你們可以如果有去到東大的時候 再注意一下 這個人來人往 幾乎是落語不絕 相當的這個興盛 所以我就講說 那這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提到 傳統的神道裡面呢 後來因為佛教的興盛之後 為什麼佛教呢 會沒有被排斥 然後反而呢 甚至於清初一蘭 聖一蘭 那就有一個 這樣一個情形 行不自修後 這個情形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講 那東大寺裡面還有一個 南大門二月堂 三月堂 那還有一個 其實還滿重要的 在東大寺的應該是 左後方有一個叫修索隱 正常院 這些都是他的附屬的 這個一些建築 那像南大門他有很著名的那個 雙體金剛麗士的一個像 也有一些雕像 那其實他這個建築呢 後面我們會跟各位講到一些建築的一個 所謂的寺院建築 那寺院建築大概有一個是 這個禪式的建築 其實是中國的 是中國式的一種建築 然後一種是和風的建築 和式的建築 那另外一個是 折中式的建築 那這個東大寺它就屬於折中式 它不屬於說完全 你看到這個 這個 對不起 不對 我把他弄錯了 這個是唐召提示 這個 這個寺廟建築 它不完全是中國 也不完全是日本 它是結合雙方 最好的一些建築的一些計畫 然後我稱為是 折中式的一個建築 那後面我們會再跟各位介紹 那個有關於建築的一些事情 下面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 所謂的神佛熄合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 滿嚴重的 那這個內容跟道教是有關的 請各位看 我大概就做了說明 不再做 請各位念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這裡面就是所謂的日本天皇 它主要是被定位為一個天神 就是天神下面是天皇 然後後面所傳的是神的道 就是信道 神様の道 這樣一路下來 這個是非常傳統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講到就是佛教 那佛教呢 大家都知道佛教第一個想到就是出家的思想 佛教是出家的對不對 那但是呢 神道祂是一個現世的思想 這兩個要結合其實可能還會打個問號 一個是出家的思想跟神道的現世的思想 如何去做一個結合 大家可以看這個說明 可能就比較清楚一點 那基本上就是說 他把那個朝廷不是有那個八方大神 雅哈達 我們稱為雅哈達代子 那這個大神兩個字呢 變成什麼 大菩薩 菩薩我們就想到佛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 從這個他供奉的一個 神的名稱的一個轉變 各位就可以理解到說 這個時候他們已經開始接受 開始接受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神佛席和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神佛席和這邊呢 可能各位聽過一個叫垂機思想 如果垂機思想 各位不是很清楚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本地的神成為佛 這個他們在融合的一個精神之下 把神也可以變成佛 那外地的佛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神 也就是佛教的人呢 他也可以把佛的Kamisama變成神 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就出現了佛是神的本體 那神是佛的化身 叫做垂機思想 那神就是以佛或者是菩薩的一個形態出現 所以不同的佛各有相應的本地的神 那神跟佛相應對 然後普及到日本的一個社會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這個神佛席和 這樣子一個宗教的一個普及 跟他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順便在這裡要跟各位再提一個名詞 這個廢伯悔事啊 他出現的時間點已經到明治了 已經到明治了 換句話說 神道跟佛教兩個思想 其實中間有沒有草草辣辣 我認為有啦 因為大家都會多多少少有一些本位的思想 這個難免 可是再怎麼吵再怎麼鬧 剛剛所提的垂機思想 它就是一個融合的一個主軸 在這融合的體制之下 這個體制一直沒有被把它破壞掉 所以所謂的行不治修悟這樣的一個習俗 信仰的習俗一直延伸到明治時期 出現了變化 就是有一個廢佛匪事這樣的一個名詞出現了 這個是明治初期 在軍國主義盛行的時候的一個特殊的政策 是人為的政策 那顧名思義就是要把佛給廢掉 那對不起 這個是我寫錯了 因為這個念法應該是這個 好 這樣子 這才念成像 那是是什麼 是指釋迦摩尼的意思 佛要把它廢掉 釋迦摩尼也要把它廢棄掉 那麼這個它是要 主要的目的要回歸什麼 回歸到一個神道的思想 那但是回歸到神道的思想 如果回歸到從古代我們提的這個神道的思想 那還好 不是 不是 它這裡的神道思想 是國家所定的國家神道 國家神道 也就是人為所定出來的神道 那這個神道其實最主要是教育民心 因為當時明治初期的 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 國家的安危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他們必須要去把這個國家建立起來 把國民提升起來 所以他們當時代有國民國家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謂國民國家的形成的這個過程裡面 很多都是所謂非常時期的一個概念 那非常時期的概念 這個從明治開始他們提了一個叫國家神道 這國家神道跟軍國主義的擴充 它是有關係的 這到時候我們才來講 我們現在講的是跟軍國主義 完全是民間信仰的這個所謂神道 這樣的一個詛咒 但是我想因為提到這個神佛錫合 我就必須跟各位講到說 這個會否悔事這個東西 跟各位提一下 然後主要是它要強調的是 國家神道的思想 要普及到當時代的所有老百姓的 每一個人的心目中裡面去 那就是要整體有一個這個 嚴厲的來講就是對思想的一個control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國家要一起往外去擴張去打拼 但是這個會我悔事呢 其實這個沒有辦法持久 在很短的時間它就悔於無形了 因為各位想一想 神跟佛既然熄合了幾千年 上千年吧 這樣一個歷史 那有那麼容易被破壞嗎 這信仰的東西不是你人為的 就是能夠控制的 對不對 我們從明治照回到德川的時代 回憶德川加康得到政權之後 大概第三代的將軍開始 就注意到所謂的西洋教 是一個對日本的政權危害非常厲害的一個教 所以就採取了一個禁教的措施 有沒有 那這個禁教的措施也禁了很久 可是到最後各位想一想 西洋的宗教禁了嗎 你殺了很多人 然後你做了很多處置 可是畢竟西洋的宗教 你沒有辦法毀掉它 這是一個 好 我想宗教的力量是非常非常 這個大德 不是說我覺得不是用政策可以去毀掉它 這是一個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 美國為什麼跟中東國家一直處不好 那就是美國呢 他在思考跟中東國家的一些利益衝突的時候 我覺得美國大部分是採取武力對抗的政策 但是我也不是說美國他不了解中東國家的一個 所謂宗教的一個信仰 但是呢 如果他尊重了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民主的宗教的信仰 而且非常了解的時候 我相信對於世界的和平會更有效 前不久我們看敘利亞那個國家 內亂分崩離析有沒有 然後在日本呢 有很多去做石油生意的這些高級的幹部呢 被他們有一幾隊抓去 那有人被殺死了 那殺死的跟抓去的之後呢 日本的媒體呢大肆的報導 報導了以後大家一片踏罰 這些魯人勒索殺人的 這些人是不對的 當然是不對的 當然是不對的 但問題是 為什麼這些人會魯人勒索會殺人 我們要追回去那個原因何在 那就很清楚了 當地的記者或是國際的媒體 去採訪他們的老百姓 老百姓講的話很真的 他說我們在這裡生長了幾十年 本來好好的 可是因為我們這裡有所謂的石油 那你們來開菜 你們來做生意 可是有給我們好處嗎 我們有得到什麼好處嗎 應該政府有吧 沒有普及到老百姓去 當然這很多問題是他們 國內自身的一個問題 可是老百姓的心聲是說 我們本來這裡是一個很自由的 包括我們強烈的信奉的這個宗教 我們也沒有人說不行 可是好像我們的社會這麼亂 將來我們要自由的信教 也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那是不是可以還原給我們一個 宗教自由信仰的一個自由呢 它的要求並不多 就是尊重那個宗教的信仰如此而已 那這個東西如果你去破壞它 我相信它其實就會出問題 所以宗教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無形的 但是它力量很大很大的 我想這個很多 我想就不多講 各位應該比我更清楚 有關於宗教這個部分 因此這個神道的這個思想 跟佛教的這個思想 在幾百年上千年左右的這個普及之後 其實根深蒂固的已經留在日本社會 是沒有辦法除去 因此這個最後就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不攻而破 所以現在其實日本的社會還是這個東西 還是回歸到這個東西 不但這個東西 在德川末期開始就出現了很多新興的宗教 包括那個各位知道這個天理教嗎 天理教有沒有 還有這個日聯中後來延伸出來一個創駕佛學會 創駕大學各位知道吧 是我們的姐妹小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日聯中的一支 從日聯中分出來的 那各位我想最明顯的我就勸各位到京都去走一趟 京都我沒有統計 但是我個人很主觀的一個印象 它可能是日本最多大學的一個城市 我以大學的數量來講應該是最多的 不是很大的大學 但是它的數量非常非常的多 那很多佛教的大學 像這個花園大學 大古大學 這些都是佛教的大學非常的多 那這個當然是古都、京都、奈良 跟地緣上的關係有關 但是我覺得它跟歷史的這個整個演變 佛教發展歷史的地緣上其實也有關 那下面我剛剛有提到這個東大寺裡面 還有一個要跟各位介紹就是鄭昌苑 鄭昌苑它裡面最主要就是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 保存這個聖武天皇跟光明皇后他們使用過的一些遺物 這些遺物包括服飾、家具、樂器 還有是當時代的一些貴族在把腕的一些所謂的玩具 還有兵器等等 那各式各樣的寶物 這個數量相當的多 總數達到九千多件 那都是無價之寶 那它不是只有中國的 它甚至有當時朝鮮的新羅 新羅過來的一些 可能是交流的時候人家送給它的一些朝鮮的一些寶物 一些金品 那還有從波斯來的一些文物 那所以鄭昌苑還被稱為絲綢之路的終點 另外一個講法 鄭昌苑的一個寶物叫做絲綢之路的終點 Siruku Road 絲綢之路 那同樣的鄭昌苑也跟東大寺一併的在1998年 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它其實不是說沒有辦法去看 那些寶物你不能進去看 通常有一些開放式就是 你隨時大概上班時間 你買個門票就可以進去看 但是鄭昌苑它不是 因為這些寶物其實滿古老的 當然如果是跟中國歷草比起來 其實也不算很古老 但從日本的歷史來看 它是比較久的 比較珍貴的東西 所以它不是隨時都可以看 每年的秋天它會開展 像大概這個時候 今年這樣展出了沒有 我不曉得 不過大概秋天大概這個月或者是下個月 應該就有一次出展 那它展出的另外一個作用其實是 要曝曬一下 讓這些寶物可能建一下空氣 可能建一下陽光 因為鄭昌苑各位看一下 它其實是所謂的高床式 就是架起來架高的 不是在地上就有建築物的 就是架高了以後 有很多柱子撐在下面 然後建築物在上面 好像我這邊沒有那個照片給各位看 這是鄭昌苑 也跟各位做一個補充的介紹 這個所謂的鄭昌苑展 那接著下來那個建築和尚的部分 我想我們上次就已經跟各位提了 它大概有六次的這個往日本 希望到日本來的一個挑戰 那最後到日本的時候 它是已經那個雙眼了 就已經看不到 在奈良應該是靠近 離這個法隆寺有一段紀律 但是它離所謂的藥師寺很近 離藥師寺很近 可以讓各位去看一下 我們先讓各位看一下鄭昌苑好不好 10月 好 注意一下 有 大概一下 是10月26號 後天 後天就開展 那後天開展它一直到11月11號 就是說 每年大概這個時間 你如果要去看鄭昌苑的寶物 就要寶物 我記得是一次 你看它已經到了65次了 65次的一個展覽 那這個就是其中的一件寶物 其中的一件寶物 我剛剛介紹其實九千多件 九千多件 它大概也不可能說每一次都拿出來 這是這個巡迴的 就像我們的故宮伯苑的寶物 有沒有 故宮伯苑的寶物 每三個月輪迴一次 就是你如果今天去看 你三個月之內不用再去看 因為一樣的東西 但是你第四個月去看 它就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樣要整個循環一圈的話 據說要三到四年 要三到四年 你才能夠把台北的這個故宮寶物給它看完 所以這個鄭倉苑如果有九千多件的話 當然量可能沒有台北故宮那麼多 但是其實很值得看的 大概是這樣 我希望讓同學看那個建築 外面的鄭倉苑的建築 好 那這個應該看得到吧 至少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它是一個柱子一個柱子把它架高起來 這很多作用裡面就是這個黃子這個草死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我跟各位講 蟲柱蟲咬很厲害的 還有老鼠鑽來鑽去 那這個九千多件的寶物裡面 不是都是所謂的文物 還有一些文獻的東西 那文獻的東西它有蟲會去吃 你知道嗎 如果你保存不良的話 通通設備不夠好 那蟲會去吃的 我們台大圖書館有很多古文獻你看一下 幾乎都有蟲咬有沒有 我們現在台大圖書館也有在做那個文物的修復 就是蟲一直咬 咬到最後那個字看不出來 咬到最後你沒有辦法翻有沒有 你一翻開的時候就那個什麼 那個紙就這樣掉下來 那那個文獻就完蛋了 所以直接透過很精緻的手工 還有專業的那個修補人員去修復 我們有請那個專家在修復 在那個圖書館的後面 每天都在做這個事情 每天都在做修復的這個工作 這日本當然我覺得它做得比我們好 可能我們也有去向他們學也有 這個也是 OK 好 謝謝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見證和尚這個部分 見證和尚我們有圖了 就讓各位看一下 就這個 就是唐昭提示是在759年的時候 在奈良的一個郊區 他蓋出來的一個唐昭提示 那因為他被稱為一個日本律宗的始祖 所以對於這個律令跟以律跟這個制度結合的 一個宗教思想 他是一個大家 那事實上唐昭提示過去兩三年 他在翻修整修 這過去兩三年我大概去過兩次吧 都碰到他在整修 他整修的時候是 為什麼要那麼長 就是原先的建築物 他是一塊一塊的把它拿下來 那每一塊都編號 那等到那個基礎蓋好了以後 一塊一塊再還原上去 所以他非常的 這個費死 費力 而且費工 而且要很專門的人員 所以他那個是很大的一個工程 那這個另外一個就是 日本人其實對見證和尚尊敬有加 我去看了以後我也滿感動的 其實見證和尚的墓就在這個唐昭提示的後面 要走一段路 一般人不太清楚 那你走到唐昭提示的最後面的地方 有一個墓園 這個墓園是供奉見證和尚的一個墓 那個墓很久了 因為唐朝時期這樣也蓋過來風吹雨打 從我角度看不出來它是日式的墓 或者是中國式的墓 我覺得是一種折衷的感覺 但最令我感動的是 帶我們去看的 他們是裡面的一個年輕的和尚 他告訴我 他說白天他們在這裡守墓 而且是雙少 就站在那個墓旁邊守墓 白天晚上沒有白天這樣 那你看759年到現在 這個令人感動的 好 當然這裡面有很多國寶 這個國寶也都是跟這個見證和尚本身 所謂的綠這個東西非常有關的一些寶物 也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那再來有這個要師式的吉祥天象 這個是一個佛的一個畫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 後面我們會跟各位介紹 就是說有關於服飾的部分 其實日本也很多仿製於唐朝 下面我們要繼續跟各位介紹 古世紀跟日本書紀 這兩個文獻 請各位打開34頁 古世紀 是日本合同年間 剛剛合同開正那個貨幣有沒有 合同年間 合同四年 如果是西安年的話是711年 當時日本的天皇叫元明天皇 他命令人家去撰寫的這個古世紀 古世紀其實是日本古代史的一個紀錄 就是紀錄日本古代史的一個紀錄 古世紀 他命去撰寫的編傳的這個人叫太安萬驢 王の安馬路 王の安馬路 這個人主旗士 我相信他不是他一個人做 但是他主旗士去編傳了這個日本古代史 那完了以後他獻給了這個元明天皇 這是日本最早的一個歷史的書籍 大概可以分為上、中、下、三卷 那裡面當然還有兩個項目 一個叫本詞 一個叫帝紀 把它分開來撰寫 然後有上、中、下 這個是古世紀 那我們再看一下 有關於日本書籍 日本書籍 日本書籍 日本書籍是日本傳到現在最古老的一個正史 我們看這個課本裡面跟各位提到 這個用漢文所寫的這個紀傳題 就是日本書籍 那這個到平安朝的中期為止以前 有所謂的六國史 六國史的讀音比較特別一點 立國史 不是六國史 六國史 就是所謂的紀日本紀 日本後紀 紀日本後紀 日本文德天皇史錄 跟日本三代史錄 這些是正史 我們知道很多日本的 其實不是只有日本 各個國家的史書 大概可以分兩個 兩類 一個是野史 一個是正史 那這裡面我要講的就是說 野史也不完全是虛構的 正史也不一定就完全是正確的 我說跟史史來講 所以就是靠人去判斷 不過野史通常杜撰的是比較多 那正史正確的比例比較高 這個我想 這是無庸置疑的 那這個就是日本的正史 所謂的六國史這個部分 這個原名其實叫做日本紀 有一位叫做社仁親王 宿社的社仁親王 他所主導去撰寫出來的一個東西 那是開始於六百八十一年 完成於七百二十年 那如果以這個歷史的王朝來講是神代 一直到齒統天皇時代 以劍術來講是有三十卷 三十卷 那這個第一卷跟第二卷就講神代 那還有就是說從第三卷一直到三十卷 就從這個神武天皇一直講到齒統天皇這樣子 那最主要的請各位記住一下日本書記 它是用漢文的編連體所寫的 漢文 漢文的編連體它所寫出來的東西 好 那我們繼續再看 還有一個叫封土記 封土記 這個是原明天皇 他命大家去編撰的一個文獻 紀錄是日本各國的一個地理、歷史、農業、神話以及民俗 非常豐富的一個資料 那各位看一下 其實這個封土記 原來它紀錄的這些民情風俗的眷術 應該就是說各國 當時各國有四十八國的封土記 但是留下來的卻不是很多 現在留下來應該不多了 很殘存的 像這個粗雲、波摩、肥銜、長鹿等國 粗雲在島根 那波摩應該 哈里馬應該是在兵庫縣 就是現在的神戶的附近 那肥銜呢 肥銜應該是左賀九州 九州那個地方 那長鹿 長鹿另外一個讀鷹 就唸成肥銜 在現在的茨城縣 就是水戶 水戶各位知道了 米斗 各位如果看那個氣象報告 一定米斗一定會跑出來 米斗在往北邊走的地方 有一個叫長鹿 這個封土記 這一些比較有名的封土記 這個地方留下來 但是事實上這個封土記 當時代的記載有48個地區 可是不見了 很可惜 這個從713年就開始編了 總共編了20年吧 超過20年 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他是跟前面我們介紹的 所謂的古世紀跟日本書紀 幾乎是同一個時代的作品 那這三個作品呢 代表了日本古代的一些歷史、民情、風俗 很重要的一個文獻 跟各位做這樣的一個介紹 那下面有關於文學的部分 我們也給各位簡單的做一個介紹 那文學呢 第一個我們講到萬葉集 那萬葉集是目前日本現存最早的 日文的詩歌總集 詩歌的一個總集會 就是萬葉集 那他大概收錄的內容從四世紀 一直到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八世紀為止 那總共的這個長歌、詩歌裡面 他收錄的有4500多首 4500多首在萬葉集面 總共有長歌跟短歌兩個部分 那麼有二十劍之多 二十劍 那很多人去編 裡面的代表人物叫大半家詞 大半家詞 這個人編 主編 主編 伯友 當然不是他一個人編的 這麼浩大的工程 就是 不過編書總要有一個人比較辛苦 那個人就是主編 那這個人就是 那他的內容有這個 雜歌、香文、萬歌 我想喜怒哀惡都融合在這四歌裡面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在文學史的領域應該 像陳老師、朱老師他們的課都會講得很清楚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萬葉集全書他也是採用漢字 漢字 那有部分用來是表意 那另外一個部分用來表音的一種情形 其實他的這個狀況非常的複雜 而且內容你要說他跟實際上的這個學問 有很正面的一個關係也不盡然 他很可能是一個文字遊戲 用漢字來做文字遊戲的一種 當時貴族之間的一種 做學問有禮貌 一種消遣吧 這樣子的一種情況之下出現出來的一個 日本文學的一個代表作 那另外我們再介紹一個萬葉假明這個部分 那所謂的假明顧名思義就是借用漢字的音讀 跟遜讀來表記古代日本語的音節的文字 那漢字在傳到日本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假明並沒有出現 是後來才出現的 所以日本人選了大概十幾個漢字的表音 這個漢字的表音就成為所謂的這個萬葉假明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各位可以看這裡 可以看這個地方 PowerPoint這邊有稍微做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這個所謂的表音漢字 有一個叫做借音的假明 借音 比如說 以 比如說以 這個就是 這樣子 以 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 這個叫做 戒音 戒音的部分 那戒音其實有一個表記一個音節 這個是一個表記一個音節 那戒音其實還有 還有這個 一個表記兩個音節 比如說 信 信 這樣的一個兩個音節 這個是所謂的戒音的部分 另外也跟各位再簡單的介紹 戒訓 這各位在我們系上有很多語言學的老師 語學的老師 他應該會很詳細的跟各位介紹 我只是把那個種類跟各位講一下 所謂的這個萬葉假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戒訓的假明一個字一個音節 比如說 比如說 女 她是念成 妹 比如說 這個 念成什麼 K 然後這個 你們都會念 這念什麼 對 這個叫戒訓 那同樣的戒訓也是有一個表記一個音節 跟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表記兩個音節的 比如說 阿力 有沒有 還有 這個呢 還很多啦 比如說 等等 這是在戒訓裡面 所以我跟各位介紹就是說 這個假明裡面有一個戒因的假明 跟一個戒訓的假明 那這個戒因跟戒訓的這個假明 他有一個音節對一個音節 或是一個表記對兩個音節的 那也有反過來兩個表記對一個音節的 兩個表記 比如說 好 就以 那 那個 日本有一個汽車各位知道嗎 有沒有 以 這念成什麼 十字 日本人 日本人有人姓寧木 叫什麼 十字 き 有沒有 這個一 那各位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情形是兩個字表記一個音節的情形 好 大概這個是有關於萬葉假明的部分 你跟哥做一個補充的這個介紹 另外還有一個懷豐草 各位可以看PowerPoint裡面已經有介紹 我也在剪刀做一個補充 是751年編轉完成的 但是他作者是誰 不想 不知道是誰做的 懷豐草的這個懷豐草的部分 不知道是誰做的 他也是日本現存的最早的漢詩集 前面講的是和歌集有沒有 萬葉集是和歌集 他也是用漢字去表記沒有錯 但是這個是漢詩集 那但是這個懷豐草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人去研究了 就是說他的內容不是很成熟 真正的要從這個很正統的所謂文學 文化的角度去把它引用出來做研究的時候 發現了有一些問題 也就是說他的作品不是很成熟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日本人在當時代 其實還不是很成熟的時候就去創作 所謂不是很成熟 就是他對於漢文的意思跟架構 因為貴族漢文它是一個非常上等的一種學問 只要是貴族人人他是要學漢文的 不是學假名 而是學漢文才是會顯得你是非常有學問的 當時代的一個社會 日本社會的一個氛圍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但是呢並不是每一個人對漢文的造語都是很高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去做了這個 一些漢文的一個創作 那比如說有押韻的問題 有對葬的問題 這不是那麼容易 就算是在今天可能在座的日文系的同學 如果你不是中文系的也許你也不知道什麼是對漢 什麼是押韻 這個也是一套它持有一個非常正統的一個 一個學問的一個系統的 或是什麼什麼格式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就是說 他們做的這個風格裡面 就是說有人說太呆板或者是缺乏創意等等 因為可能遊戲規則是有 如果你把那個遊戲規則被的滾掛爛手 然後要去創造的時候 有時候會綁手綁腳 創造出來的作品符合了遊戲規則 可是實際上那個作品是很呆板的 是缺乏創意的等等都有 不過我想不管它的風格怎麼樣 內容怎麼樣 其實這個漢詩集有它的影響 至少它雖然我們不提在文學的內涵裡面 但是它對於在文學史上 這個漢詩集它絕對是有它存在的一個價值 那麼我們也可以大概可以了解說 這樣的一個懷鋒罩是日本在漢詩創作起步的時期 的一個所謂的大集合 集大城吧 大概是懷鋒罩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以上是我們跟各位介紹了這個第二章 到第二章為止的一個情形 那再看一下這個第36頁其實有一個比較 就是唐的律令跟日本的這個律令的一個比較 那這個之前我已經各位有做了一些說明 所以我就這裡不再說明 上個禮拜我跟各位做了一些比較 你們自己看一下 那37月開始還是有一些讓各位複習 讓各位看一下 38月是參考文獻 這個參考文獻大概也讓各位了解一下 如果你們有興趣再延伸出來去閱讀 閱讀這些文獻也許可以增加你們的一些印象 好 謝謝 好 謝謝 �님� 我想 當然 謝謝 確認 我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